将大量的芒果放进果汁机里 再加入自家独创的养生甜酒酿及冰块 不一会儿一杯清凉消暑又能达到温补效果的酒酿水果冰就完成了 外面有家传统酒酿老店创新研发冰品 除了是要推广自家酒酿的好滋味 也提供消费者炎炎夏日的多元吃法 就是比较温补 所以一般会在冬天吃吧 但是如果我们夏天吃那个冰品比较多 所以就会身体会比较虚寒 所以用这个酒酿去做一个中和 让身体比较不会那么虚冷 所以这个是一个目前是比较好的一个 算是比较养生的一个吃法 传统酒酿与冰品的创新结合 口感层次丰富 吃得到水果的鲜甜 还能尝到酒酿的微酸滋味 不仅激荡出味蕾的全新火花 喜欢吃酒酿的人也不必碍于气候得等到冬天 夏日也能吃到美味又养生的酒酿冰品 它酸酸甜甜的 然后再加上酒酿 因为酒酿本身它这个发酵是没有什么酸味 它就是甜度很高 所以这样做下去就 它其实会有提升糖的糖分的作用 因为它是葡萄糖 但是它就不像你喝那个加蔗糖这样子 有比较对身体比较没有那么健康 所以这样子下去的话它的味道刚好可以调和起来 所以我们就发现它对加在果汁里面是非常对味 业者的巧思吸引不少消费者注意 但又有人质疑着冰品真的可以消暑又温补吗 中医师强调 两者综合的确有平衡效果 但凡是吃冰都应该适量 以前的话就是天冷的时候吃酒一样 天热的时候喝冰品 就冰品这样子 以前是这样的习惯 所以现在假如说有人 就是有一些业者的假如说 把这两者综合在中医的理论上来讲 就像我们的比如说学冰一样 是一个不错的那种做法 适量的吃 凡吃冰都得适量 才不会造成身体负担 而业者的创意巧思 不仅提供了消费者更多元的选择 水果冰品与酒量的互补 也无形中开创了传统产业的成型可能 评论兄不停想吃采访报道